民進黨為什麼這麼多人 前撲後繼不斷用各種方式 就算無厘頭 就算搞笑就算亂扯也沒關係 就是要黑寒 理由很簡單 你只要黑寒一把我立功了 未來我照顧你一輩子 這是多好的一筆生意 對啊 我就仇佣你到死為止 比如說你看 最近國民黨列出來有37個仇佣 新一波的仇佣名單 發現很多又是熟悉的名字又出現了 比如說這個邱逸營 我們都知道過去 已經被人家挖出來 邱章信就是這次試驗案的 對 他當時華航空族的董事 然後華航空品處的副總 然後試驗案之後 他現在已經調到總經理室的 高級官員 還是沒事 還是一樣做他的官 他還是有高級專員的位置做 是 你要怎麼樣 但現在發覺他另外還有一個 邱明章也是他的弟弟 兩個弟弟 他以前當過屏東縣議員 然後再來就是 保固實業的董事長 還是一樣有個董事長做的 你看你只要臭仗的這個民進黨 好歹也是個總經理董事長 同樣的你看這一個叫張仲傑的 張仲傑現在叫唐榮不鏽鋼的總經理 問題是他以前本來只是在工會服務 在工會服務很久 然後後來是當了勞工董事之後 這三年民進黨執政之後 快速爬升變成董事長辦公室主任 副總總經理 你看 蘇家全還幫他辯解 說張仲傑的智力長達35年 相關升遷我從未聞問 你直接二職抹黑我身表遺憾 但是我想請蘇家全解釋一下 什麼樣的人三年之內 可以從勞工董事 勞工董事跟資方相對立的 就一路升到資方的總經理 那他應該有一個很好的背景 是 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如果不是有背景的話 怎麼樣可以升成這樣 結果居然是蘇家全的外甥 那他還不是最誇張的 比如說這個盧天玲 這個盧天玲 他是扁政府最後一任 老委會主委 2018年蘇洩競選期間 還負責找人頭到政府做領甘心 被法院認證 派他一年十個月的貪污犯 結果這個貪污犯 現在在幹嘛 你知道 我們你看國家投資了 台翔航太董事長兼總經理 亞航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一根兼了四個職位 他居然懂航空嗎 他真的懂航空嗎 他當初有幫我民進黨的忙 他可以在地方上幫我成為裝腳 幫我拉到票 可是還被法院認證的貪污犯 是啊 貪污犯怎麼樣 我民進黨最大貪污犯算什麼 我要他當他就是要當 然後你再來看 這個丁彥哲 丁彥哲是前雲林縣的副縣長 現在是台灣燕酒的董事長 你知道任內唯一幹了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 就是調降日本清酒的關稅 來打擊我們台灣自己的清酒 這太扯了吧 就這件事而已 然後他另外做一件大事叫 還幫日本人 台西綠能開發案 那另外一個負責的 跟台西綠能開發案有關的 叫丁彥智 丁彥智跟他什麼關係你知道 兩根兄弟 然後他哥在 丁彥智 對他哥在中華投資做總經理 你看多好 全部都是這樣 兄弟也不需要避諱 有關係就沒關係 還有一個101的董事長 叫張學順 張學順幹什麼 他之前2008年的時候 他將第一金控的資產 直接出租給謝長廷 作為競選總部 所以我當初幫你這麼大忙 我現在幹個董事長 有什麼了不起 對他們來講 是很應該的一件事情 你就知道他們這樣的仇勇 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了 我相信國民黨 只要繼續查下去 老實講 你們現在才發扑克牌 我現在一副麻將都弄不完 可能不知道 你可能要弄個火車車廂 把他們來裝 然後謝長廷也是一個代表 謝長廷當了駐日代表之後 幹過什麼事情 沒有 出包到處理大堆 甚至我們一個處長 就因為這樣殉職掉了 結果我想想看 你看2018年9月14號 蘇以辰親生 謝長廷都沒事 蘇貞昌也不敢動他 對不對 他也幹得好好的 然後2019年1月22號的時候 駐日代表副郭仲錡被換 謝長廷還是沒事 奇怪 這個人明明什麼事 都沒幹坐領高薪 結果怎麼樣都沒事 副的有事 處長有事 就他一個人沒事 我跟你講不只他一個人沒事 他的子弟兵這些東西 全部還都很好看 你看劉家凱 謝長廷自己的子弟兵 駐日代表處之役 月領22萬 很年輕的 林子陽 管碧玲的女婿 我們知道管媽是誰 管媽是謝系人馬 駐泰代表機號秘書 我都懷疑他會不會講泰語 月領15萬 趙宜翔 小英拿來口譯歌 中美代表處 政治組長月領27萬 你知道外交部 總共只有五個之一缺 他們就佔了三個 佔了60%的被他佔掉 所以蔡英文對謝長廷多好 那當然投桃報李 我們的謝長廷代表 是知道感恩的人 所以你看2018年 去年的10月 要慶祝國慶的時候 國慶酒會看到沒有 背後做了特別大的一個 蔡英文的總統 你看三個蔡英文的臉 各種不同的笑臉 直接把他做出來 這個拍馬屁也拍到極致 你在搞偶像崇拜 那問題來了 然後蔡英文提台日安保 招打臉的時候 謝長廷講什麼 媒體捕風捉影 根本沒這回事 就去幫他護航 當然 小英這麼挺我 我當然要挺他 連這一次安倍晉三 這個賀電是假的 然後謝長廷都講這種話 我這輩子沒聽過 日本政府沒有說賀電是假的 他這個講法什麼意思 就是外交 什麼叫這就是外交 外交可以這樣玩 然後他又切割得很乾淨 福岡分處沒有向我報告 他也不會向我報告 然後管碧琳他自己的子弟兵 謝忻了 甚至跳出來 這叫外交突破 要肯定外交工作人員 人家打你臉 打得這麼種 你還要肯定外交人員 你們到底在胡說八道 那些什麼東西 但是問題來 你有沒有注意到 真正該講話的蔡英文 外交 國防外交 是他負責的 他到現在坑過一生沒有 他沒坑生 一生都沒一生坑過 所以大家彼此互航 互相酬庸 我跟你講 這就是民進黨的文化 但有話 我們看到 現在黑韓產業鏈真的很發達 因為最重要一點 他們都有錢可以賺 做生意本來就要將本求利 酬庸也是一樣 可是看著這些酬庸的官員 你做到其位置之後 當你的組織下拉指令的時候 你就得要好好的 不遺餘力的 去把組織交辦的任務 努力的完成 可是酬庸到了外交體系這邊 你看謝長廷的這一次 反而讓中華民國的顏面掃地 可是民進黨獨厚自己人 卻讓全台灣人來付出代價 立剛 我現在要先跟你講一個故事 柯文哲曾經先後兩次 為什麼我要講柯文哲 柯文哲他曾經先後兩次找了網紅聚餐 一個人大概800塊 他聚餐兩次 當柯文哲不選的時候 各位曉不曉得 你民進黨幹了一件什麼事 幹了什麼事 希望把這些人通通接收過來 你意思說要把這些人收編過來嗎 全部收編過來 因為柯文哲那邊現在沒有資源 對 對不對 對 沒資源 所以民進黨就在幹這種事 然後他收編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要用蠟英粉 蠟英粉就是蔡英文的粉絲 這些蠟英粉配合 結合這些 所謂的網紅也好 網路作家也好 還有一些所謂的1450也好 結果他們發現 1450的戰力太弱 1450的戰力 沒有這些當年幫柯文哲 搞到台北市長這些人強 對不對 淑慧對不對 所以他要這批強的人 來幫他打中間大選 他要這一批強的人 這個中間 當然柯文哲也有派人去問 你們現在要不要幫我 結果他們說他們有了新的組織 雖然沒有講 全都轉向了 雖然沒有講他們是幫誰 但是我相信這些人不會為國民黨所用 因為國民黨也沒有資源 對 沒錯 那他們這些人現在黑韓產業鏈多麼厲害 我告訴你 可以剪接1.57秒 如果各位去上網路看1.57秒 就是說你韓國瑜講的是 好比說10分鐘 他只剪1.57秒 說我們跟北韓一樣 好比說了 就我們就是鎖國如何 第二天是不是麻 四個小時他就出來了 利不厲害 厲害 民進黨收編的這一些人 他當然是針對的 你以為他會針對郭台銘 郭台銘不選嗎 柯文哲 你以為他會針對柯文哲 他也不選 好 我就針對韓國瑜 現在他們已經接到指令 要那個轉向 阻擋呂秀蓮的連署 所以現在網路上又開始攻擊呂秀蓮 從這一些角度 我們來看 黑韓產業鏈 當然是要搞死韓國瑜 凡事是蔡英文的對手 他都有方式去壓制他 那更重要的 如果蔡英文真的選上的話 真的選上 靠這一些人選上的話 那乾脆蔡英文就重用庫律 去當武則天算了 所以我覺得 現在民進黨已經在 不擇手段打百日戰爭 我也建議國民黨 你們內徵也就平息 也該一致對外了吧 但村長看來國民黨 現在這時候的內鬥 可能還沒完沒了 可是民進黨現在的仇用文化 可是發揮到淋漓盡致 但是他現在馬上要成立一個 台灣派對 主要目的是拉攏年輕人 但他推出來了那一整排的年輕人 其實跟一般的年輕人不一樣 這些年輕人可都是有 國王跟皇后所清點的 但在民進黨裡面 這些老江湖的這些親戚 八戚們 現在全部都坐上了好位置 佔上了好的資格 看來現在只要你跟著民進黨走 你的家族 你的親戚 全部都有所必應 民進黨的這些年輕人 可以看得出來 都是現在什麼台灣派對這些 都是有背景的 這些有背景的人 在民進黨要升官風訣 是非常的容易 沒有背景的怎麼辦 想辦法就算人家不認你是乾兒子 都要去認個乾爹 一定要拉個關係 你說的 不是我講的 大家知道就好 你要鄭文蔡宇就否認 否認都要巴都要巴著 有表現這個就會有回饋 有朝一日就會用到的時候 就會讓你有個官位當 民進黨在這一方面 對年輕人是有情有義 只要你敢衝 敢撞 然後你敢抹黑 不怕被關 不怕被告 盡量發揮 就是這樣 敢說謊 敢修理對方 不管無所 不用其極 只要目的達到就好 所以民進黨在鼓勵這些年輕人 我覺得鼓勵年輕人是很好 但是不要用 已經不知道什麼叫視為 不是四尾頭三 然後八德是忠孝仁愛心義和平 不是我們桃園的八德 對 所以如果 但蘇院長卻不知道 對 不 他們不把這放心裡面 所以他們在培育這些年輕人 就是有關係就有官位 沒關係就沒官位 以前是野百合時代的話 是你敢蟲敢撞 現在的話太陽花四代也是一樣 敢衝敢撞 有位子做 現在他們執政 沒有機會走上街頭 那怎麼辦 要不就是國王的人馬 要不就是黑寒了 這個敢黑 敢這個沒有道德 沒有養子 去求表現就會有官位做 這個對台灣來講 對國家來講不是長年的好事 我真的是希望呼籲說 所有的年輕人們 你想想看你有那個機會嗎 你是國王的人馬嗎 如果不是 趕快加入民進黨 加入民進黨也沒有用 你要敢無知 無恥 才有官位做 人要做到這樣嗎 我們看到民進黨 現在利用仇佣 養成了一群 可以有一條賺錢的一個產業鏈 而這個產業鏈 就是一個黑寒的產業鏈 但蔡總統 蔡政府 他們現在這時候 一昧的還甚至推出了一個 叫做台灣派對的 來欺騙這些台灣的年輕人 但是我們看到他現在 到處仇佣在養炮手之時 不管你適不適用 有沒有資格 沒有關係 重點是反正蔡政府 拿走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來把整個系統給養大 一個唯一的最重要的重點 就在於要拚2020的 連任大業 兩種方式 一個是酬庸 就是直接給位子 這個位子不一定在 政府機關裡面 也可能是在其他附屬的機構 或者是轉投資的公司 這個就直接給位子 只你把人抓進來 國一事業子公司 分公司就有大多樣 多的是還有轉投資的 不只是國營民營的轉投資 民進黨可以控制 執政以後可以控制的位子 有5000個 不要覺得誇張 我可以細數給大家聽 然後第一個直接給位子 像之前蘇貞昌當行政院長上任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他帶了八個小編進去 一個粉絲臉 他的臉書有什麼好八個的呢 所以這些都是直接給位子 第二種就是給標案 用採購的方式 不一定是政府機關直接採購 像農委會那樣就太難看了 1450就太難看 還有就是透過這些轉投資的公司 因為公司出帳 立法院監督不到 用又自由又不用招標 隨隨便便一兩百萬出去說 一個廣告行銷案子 網路行銷案子就出去了 有這麼多公司 轉投資的子公司 孫公司 我們人民哪裡知道呢 我舉兩個我自己親身遇到的例子 今年大概三四月的時候 我也是在錄節目的時候 遇到一個在網路上 非常有影響力的版主 然後他就在說 你們國民黨要加油了 人家民進黨速度多快 我們二月的時候 就有一群在網路上 有影響力的人 就被找到行政院座談 進行政院座談 我是沒有問的 網路上有影響力 可以到行政院 我是不知道說座談什麼 誰主持 他也不會告訴我 這是一例 然後接下來 蔡賴初選結束以後 當天我在錄製節目的時候 遇到一個賴系的立委 他臉色透過臉 很沉重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講 蔡英文他們 二月就架好砲口了 砲台都架好了 一樣 都說是二月 二月就架好砲台了 本來這個砲台 是要對準你們國民黨的 誰知道跑出我們賴清德 就先往內轟一轟以後 然後現在再把砲口對準你們 所以賴清德才哀哀叫國家機器 所以賴清德才說 叫他的網軍要收斂 對不對 所以到底蔡英文有沒有養網軍 賴清德就說了 黑韓產業鏈的分工之明細 我跟大家報告 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中央廚房製造中心 譬如說 韓國瑜在質詢的時候 打了一句什麼話 片面 然後就撿起來 然後就在網路上說 好誇張 怎麼這樣子 這個是製造中心 再來第二個叫研發中心 什麼叫研發中心 沒有的去掰出來變成有 這個叫研發中心 每天在想哏 要什麼KUSO 它 這研發中心 第三個就是通路 你產品做出來你要有通路 所以大家看到一堆 黑韓的粉專也好 或是政論節目也好 只要這些資訊 透過這樣剪輯 創意KUSO以後 馬上半天之內 就傳遍了 許多黑韓的粉專 包括說政論節目 都在討論這一些錯誤的資訊 所以黑暗產業力 堪稱2019年 台灣唯一不景氣 而且大發財的產業 民進黨創造了一個叫做 台灣派對 九個年輕男女 準備要出來選立法委員了 他們看來都是真正的 一般年輕人 其實不然 他們的背景可是家世顯赫 要不然就是民進黨 準備要重點栽培的對象 但現在的一般年輕人 在這個世界上 正在努力打拚之時 民進黨弄出了這些正二代 能騙到多少選票 總子求援 坦哥 整科公提科秀 這是二代 包括他們重點栽培的卡位 他們要怎樣 數那麼多 做那麼大 選手也沒關係 反正他就把政權拿回來 這圍都給他顧著 但是我直接也要讓蔡英文以空英雄人 六百八十九萬票 蔡英文給你用雞牛市 十萬 雞到牛市 二十萬 但是你支票是六百八十九萬 你這些人也不知得到錢 香港東京天南要持這六百八十九萬 是那些政府 不是你是某種特定博文的人 你把這九位的小朋友 萬前一代 已經先給他做正規財 算數沒關係 後面一個考慮 考慮 還給你一樣 繼續 繼續經營 這是國民黨對不到的地方 過去民進黨是在發掘人材 只要你不怕死 民陪高 來 不好意思 當中招想那犯 我關台你倒一棟 我不是 關台你倒一棟 但是不是 甘哥 見過財財後 不好意思 三分都清潮 紅的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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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的 你來對不到 三分 不好意思 後面沒有你的分 國民黨就是這裡 對比較不對人 人家過去是要發掘的 中生態是要靠接班去成接的 你不是 人家真正是在想後面的未來 民進黨是這樣做的 民進黨有這麼年輕人 你覺得對他的未來對 衝對招待後面的人會被報理 但是國民黨不是 有可能 對他起來之後 老爺後再懷疑 想說這個要通透 就要拋他 因為他影響電話 所以兩大棟 根本第一點是時來最不一樣的地方